大哥 这套房子真是太气派了 我想好了 我就要这套了 你是我亲哥 你可一定要把我搞定啊 老婆 你听到了吗 这套房子我小弟很满意 所以这套房子 你就送给我弟弟吧 我这也是通知你 不是和你商量 即使你不情愿 你也必须同意 否则我就跟你离婚 什么 老公 你在开玩笑吗 为了你弟弟 你竟然用离婚威胁我 让我把我的这套陪嫁房 给你弟弟 实话跟你说 我现在看着你弟弟 这小人得志的样子 我就气不打一出来 他早就对我的这套房子 垂涎已久 总想着不花一分钱 得到一套房子 我告诉你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让他如常所愿的 老婆 我弟弟结婚是大事 你也知道 我小弟到现在 连个稳定的工作都没有 最近好不容易 才出了个女朋友 但女方家说 必须要有一套 自己的房子才能结婚 咱家正好有两套房 而且这套 我们也住不到 现在我都同意了 你为什么不同意 你眼里还有我妈 既然你这么不识台诀 那我告诉你 即使离婚了 这套房也必须给我弟弟 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吧 嫂子 就这么点小事 也不用太考虑吧 我来跟你算笔账 这套房子 虽然是你的陪价房 可你既然已经嫁给了我哥 也就是你和我哥的 共同财产了 你们现在总共有两套房子 如果你们离婚了 我哥仍然可以分一套房子 最后我哥 还是会把房子给我的 你现在还不如 直接把房子给我 这样你只损失一套房而已 否则不仅房子你保不住 连我哥也会和你离婚 哪多拿少 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吧 没错 这本来就是一件小事 就是因为你太小气 才让我们的关系变得微妙 我倒想问问你 这座闲置的房子 难道比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更重要吗 我弟弟现在非常需要这套房子 现在他们结婚 就差一套房子了 我家的情况你是了解的 我父母根本拿不出 这么多钱来买房 他是我唯一的兄弟 我现在有这个条件 我不管他 谁管他 难道你就忍心 看我小弟打一辈子光棍吗 只是一套房子而已 我作为家里的一家之主 难道还做不了主吗 你作为我的老婆 你就忍心 让我家在中间为难吗 你别跟我讲大道理了 明明是你弟弟贪得无厌 这套房子价值几百万 他也好意思开口 而你竟然还跟他一起逼我妥协 你弟弟都已经三十好几的人了 连工作都不去找 还整天就想着赚大钱 前段时间 他还在我们这里 借走了十万块钱 说是和朋友去合伙做生意 最后也没见他 做了哪门子生意 到现在 借我们的那十万块钱 连影都没有了 做生意当然会有赔钱的概率 我弟弟可能也就是 没有把握好机遇而已 不就是十万块钱吗 至于你拿来说是吗 况且 我现在上班一个月 也不少赚钱 他是我亲弟弟 难道我要帮他不应该吗 你一个月就赚五六千块钱 亏你还好意思说 你一个月不少赚 再说了 你赚的钱 我可是一分钱 都没有交到我这里 咱家平时的所有开销 可都是我拿的钱 现在看来 你那些工资 也一定都让你贴补给你家人了 几百万的房子 你说送就送 你对你弟弟出手 还有 如果我把房子给了你弟弟 是不是还要我给他掏钱装修买家具 你弟弟结婚还需要车 是不是也要让我给他买一辆 我看他的彩礼 到时候也会让我帮他付了呀 老婆 你能不能不要转移话题 我们现在说的是这套房子 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咱家有两套房子 我们也住不过来不是吗 如果你在乎我 你就不应该把房子看得这么重要 你应该无条件的支持我 你不要让我难堪好吗 还有 我已经答应过我爸妈了 弟弟混房包在我身上 算我求你了 还不行吗 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们把这套房给弟弟之后 其他的我们都不管了 剩下的都靠他自己的努力 去获得就行了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 给了这套房子 以后会有更多的事情等着我 你弟弟什么样的德行 你作为哥哥的 难道还不清楚吗 不管怎么说 想要我的房子 我是不会答应的 嫂子 你不要太过分 我哥都第三下四的求你了 你却这么不当回事 还对他漠不关心 我看就是我哥平时给你惯的 倘若是我老婆 我早就打你八百回了 为了一件小事斤斤计较 让我哥的左右为难 我看你根本没有把我哥放在心上 更没有把我们当成一家人 大哥 就我嫂子这样的 我真的忍不住了 他这种人不配当我嫂子 你必须和他离婚 老婆 你太不给我面子了 就按照你这种做法 我完全可以把你给修了 我们家有两套房子 存款一百万 房子 我就要弟弟看中的这一套 然后你再给我五十万 这样我们的婚姻就结束了 说实话 你对我不错 我不想离婚 我想再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同意把房子送给我弟弟 咱们之间还有挽回的机会 什么 还能分这么多钱 那太好了 大哥 就他这种人 绝对不能给他什么机会 直接跟他离婚就行了 等跟他离王婚分到了钱 再给我提一辆车 我这没车确实也不方便 王土豆 你看到了吗 这就是你眼中的好弟弟 在他眼里 钱才是他的亲哥 你只是他的提款机罢了 行了 我懒得跟你废话了 我也不需要你给我机会 我心意已决 咱们这个婚必须离 我已经彻底看透了你这个伏地膜 我哪里 你应该按哈 我先再过了